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個禮拜日的早上 警察就拘捕了一些示威者 然後就說賭獲了武器庫 第二天報紙就已經登出來了 就說有一隊的屠龍小隊是遭到殲滅的 到底這一團是真是假的 其實綜合了多個消息渠道所得知 真是整個屠龍小隊遭到殲滅 有幾個事實要說 第一 當日的早上發生這件事 很多人馬上想到 到底這一班人是人還是鬼 到底是不是插裝嫁禍 或者這些是不是自編自導自演 現在已經證實了 這一班是真正的示威者 甚至乎有示威者的家人 也是一同被捕 而且是不准保釋 到現在依然在環額當中 所以就肯定是真事 大家 都沒有什麼懸念 而且在一個 屠龍小隊的Telegram群組當中 原來是有些截圖流出 證實了這個是真正的示威者 不是所謂的鬼 大家不用猜猜 第二點就是 其實屠龍小隊是何時起床的 就是源自於8月25日的全攜青遊行之後 去到二波方的麻雀館進行裝修開始 在這個裝修之前 有些黑衫示威者 遭到福建幫斬斷腳筋 大家應該有印象 當然 目前沒有辦法確認得到 當日去裝修麻雀館的屠龍小隊 就是目前被捕這班人 當然這個是 可能是個狀名 沒有證據證明 這班就是那班 因為是人都可以 稱自己為屠龍小隊 反正屠龍小隊這個 就在當時開始出現 其實這個二波方事件 就是很多市民打破了心理關口 老實說在這件事之前 我想沒有誰會接受到 店舖裝修行為 這種風氣 但是因為當時這些福建幫 是太過份了 完全超越了道德的底線 所以就激發起 有一班人去做這些行為 故此 即使是和理非的市民 未必認同這些店舖裝修行為 但是他們都選擇了不去割蓄 其實就是 原始於這件事開始 事情之後怎樣發展 我就不再詳細說了 反正特區政府不停要求 和理非的市民 跟暴力行為割蓄 結果都沒有人理解 就是經常賣廣告說愛比暴力強 是不是 要與暴力割蓄 為什麼市民不理解你呢 就是因為你的法治標準 經常搬龍門 比如說荃灣二波方這件事 斬斷那個年輕人腳跟的人 被抓了沒有 有沒有人被捕 有沒有人上庭 這些就是所謂的法治社會 北角那些拿刀斬人 有沒有被捕 有沒有控告他 市民都會問 你只是針對示威者 針對黑衣人 針對青年同胞 這些怎麼辦 所以你說這是法治社會 老實說市民服不服你 才行 只是針對市民 那些白衣人 福建幫 好像全部都有特權 第三點就是 到底為什麼這個屠龍小隊 會覆滅 綜合不同的消息所說 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有些人去買一些高危的物品的時候 就一早被警察留意了 而且有成員不小心 向外透露了集合的地點 即是這個灣仔的黑街那裡 根據一篇報導所說 其實這個屠龍小隊的其中一些成員 神組就被警察盯緊了 警方的刑事情報科就派員 混入部分激進示威者的團隊 而且進行 追蹤和監聽 有部分屠龍小隊的成員 就是目標之一 警察就發現 有人在對話當中 提及手槍的詞彙 經過他們的情報分析和資料搜集以後 結果就一網成禽 其中一個就是集合的地點 就是灣仔黑街的一個單位 結果在當場檢獲了兩件被彈衣 而在其他地方就有手槍等等 這些不多說了 詳細的情況 其實就是 他們當中有人 不小心透露了這個集合的地點 而出事 第四件事 到底這件事有什麼啟示呢 其實在連登有一篇文章 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他怎麼說呢 可能大家一直以來都覺得 屠龍小隊很厲害 覺得他們可以跟對方一較高下 將他們定為一個指標 結果現在一網成禽 令大家覺得很震撼 其實大家正面對的 是一個坐勇香港大量資源的對手 在武器情報和資源的差距下 要贏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中大和理大事件 就告訴大家 不是正面交鋒的時候 希望所有參與運動的人 無論是勇武派益和和理非 要放下幼稚和輕鬆的心態 承認你的對手不是易打綠 最需要升級的並不是武器 而是心態 心態上的準備要比一切更重要 除非 你是用百分之一百 不會讓人知道身份的方法 否則 他就說到 其實市民永遠不想再知道有什麼小隊的存在 這個老實說我是很認同 是不是 老實說對於勇武前線 他們接受回體的採訪 我是強烈不建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那個記者 是人還是鬼 是不是 我當那個記者不是鬼 是對你很友善 但是你沒有辦法 是防備得了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你和一個記者約定在某一個地點 相當隱蔽 但是你會不會一早就已經被人跟著了呢 是不是 或者是他 是踩線知道了你曾經在某一個地點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些警察又去翻查相關閉路電視片段 你的樣貌就曝光了 你不是由家裡開始遮蓋了頭 不是一身black block 那麼出去 這些就是很多東西要考慮 與其這樣的時候 不如不要接受訪問 公眾的知情權 沒錯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勇武前線 犯不著為了滿足讀者的八卦和揭秘心態 而去犧牲自己的前途 以及將自己置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相當之無謂 這篇文章我覺得是講得很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是一個小小的啟示 然後就想說一下昨天 有些網民所謂發動了一個叫和理展 是什麼呢 他們呼籲一些市民 去到公展會的現場高叫口號 以及向大陸的遊客以及公展會的常客C9 進行相關的文宣工作 結果似乎和理展響應的人 因為記者也拍不到 可能純粹是老點或是一個虛構的活動 但是很多警察 在維園四周圍巡邏 那群殺亡的警察 中了大幅 和理展的人就不見了 警察就很多 結果去了銅鑼灣入口的近公廁附近 駐守 整群蒙臉 在周圍看 到底有沒有示威者到場唱歌 派東西 結果就沒有了 好了 這件事 都挺過癮 又不可以說他浪費警力 因為都不知道誰來號召 大家都知道 Telegram的任何說 就拿了名 至於公展會的安檢程序 亦令到很多長者發浪禮 為什麼呢? 那些保安員竟然 要求每一個入場的人士 如果他帶了水的話 就要在門口喝一口 以證實這些真是飲用水 而不是其他的液體 才讓他放行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就是和顧客完全失去了互信基礎 本身那些阿婆阿伯阿公 走進去這個公展會 就是想買東西 就是想消費 這些銀法族是 結果你就當那些人 全部都是嫌疑犯 即是他帶了那些水進去 你就叫他喝 走得那麼慶 走得那麼 索氣 你還叫他喝水 要逐親 所以很多阿婆阿伯 都很反感 你是不應該當別人 是嫌疑犯 這樣扮 這些是大陸的 安檢才會做 這是香港 第二件事就是 你會造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 那些的阿婆阿伯 去到這個現場 結果原來是這麼反感的 影響了你的口碑 第二天早上去喝早茶的時候 跟其他茶客分享 說什麼 就是說他在公展會的門口 怎樣被保安員租質 結果令到其他茶客聽到之後 嚇怕了 就不會去 就造成惡性循環 更加少人 所以這些東西是完全笨 很暗居 最後就想評價一下 這個所謂和你展 當然最後是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也造成了一個實際的效果 就是那些警察 在維園四周報房 巡邏 其實是很笨的 那些警察 因為這些警察 情緒智商又不是那麼高 一旦他們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就會怎樣 就會跟現場的市民發生衝突 尤其是跟那些 公公婆比較硬 一進入這個安檢的時候 已經是不愉快 如果出來的時候 又有這些警察在擾民 你說會造成什麼畫面 其實警察不在場 不到場的話 對於整個氣氛是最好的 但是你往往選擇 走去 Shopping 現場 去所謂維持秩序 很多時候 造成衝突 都是這些警察在場引致的 所以大家想想 如果聖誕節前後 大批市民說要搞和你Shop的時候 如果警察又到場的話 肯定就是會炒大鑊 所以警察 當然 他們都不會聽市民的聲音 一定會亂報房 是不是都會派一群人去巡邏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那些商戶的生意 在聖誕的時候 經濟攬炒 某程度上不是示威者造成的 你只要警察不到場 那些和你Shop就真的變成 純粹的Window Shopping 不過我相信那些警察 是不是都會找辦法來出勤 為什麼呢 之前幾個月鬥開的OT 錢那麼和味 難道聖誕佳節不許又撿一筆嗎 是不是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